在西游记中很多神仙都有坐骑 但是妖里有坐骑的可就很少了 而且妖怪中法力高强者数不胜数 为何牛魔王会成为妖界之王呢 其一 牛魔王秉公守法 同样作为妖怪他从来不为非作歹 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其实牛魔王非常爱财 以他的实力但凡去个人类的小国 大肆劫掠一番就能够富可敌国 但是他宁可去给玉面狐狸当道插门 也绝不去干烧杀抢掠的事 由此可见 牛魔王是个很讲原则的人 这在妖怪中是很少见的 再加上其实力强悍 广结各路好友 所以才成为了妖怪们敬重的老大哥 其二 牛魔王团队实力强大 在牛魔王团队里 他的老婆铁扇公主手握法宝芭蕉扇 铁扇公主的父亲地藏王菩萨是他的乐障 是明界的一把手 他的孩子红孩儿会三倍真火 如今是观音菩萨身边的善才童子 他的小妾玉面狐狸 是万岁狐王的女儿拥有巨额财产 还有他的弟弟如意真仙 掌管着女儿国的落胎权 虽然武功不高 但他毕竟是天庭的神仙 人脉很广 正是这些团队为他成为万妖之王 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其三 牛魔王广交好友 牛魔王十分善于社交 只要他觉得对方值得神交 就一定会想尽办法与对方成为朋友 三界里都有牛魔王认识的人 并且关系不错 神仙里面的葛天师 碧波谈的万圣龙王 九头虫驸马包括猪八戒 所以当时宋悟空顺走芭蕉扇的时候 牛魔王会变成猪八戒的模样 那是因为他们早就认识了 不仅如此 他还专门去流沙河拜访过沙僧 可以说 但凡有点能耐的妖怪 牛魔王都认识 这些人脉也为他成为妖界之王做了铺垫 最后他还有专属坐骑 避水晶晶兽 我们都知道 一般只有级别较高的神仙才有坐骑 但是牛魔王作为一个妖怪 竟然也有坐骑 这就不得不让人佩服了 且在面对悟空和八戒同时联手时 他还能够大战一天一夜 且不落下风 足以说明其实力之强悍 因此牛魔王被称为妖界之王 无论是从武力到团队 还是头脑都是当之无愧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丽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